来到泰国这段时间 马路没少呀 走在大街上 除了这些你到处都能看到的massage店 你们觉得还有什么是你经常能看到的 三秒钟的时间给你们猜一下 没错 就是各种各样的饮料摊 咖啡小摊 有的是一个小推车 有的则是一辆皮卡车 还有的是搭出来的一个帐篷的小摊位 这些摊位的咖啡通常卖的都比较便宜 从20到40株不等 这期视频我来带大家感受一下 我在泰国不同城市亚马路 偶遇到的饮料咖啡小摊 这是一个非常娇趣的地方 这个喝起来怎么说呢 它就是饮料 你用咖啡定义它吧 它是咖啡吗 它也是咖啡 但是它更偏要用饮料 它就是打了一杯 喝完了之后就直接就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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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咖啡小摊上的咖啡 基本上用的都是雀巢的酸咖啡 以及滤网冲泡磨好的这些咖啡粉 这两种方法的机体呢 再加一些炼乳以及淡奶糖 最后再用电动搅拌器搅拌一下注入灵魂 那这么一杯泰式咖啡就给你做好了 我去好甜呐 那看似这一杯很大很多其实是错觉 因为基本上每杯的咖啡啊冰块加的都是满满当当的 所以我们真正喝到的咖啡可能又只有那么半杯 这玩意儿啊我觉得它就是就不用去定义它是不是咖啡了 这其实都无所谓了 刚才旁边的一个大哥找一杯直接抽两口喝完就完事了 You drink coffee every day Yeah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职业 我感觉它应该是组织交通的吗 他们这种工作性质的工种 对于它来说它就是渴了过来搞杯喝的 另外还有一种街头咖啡 就是这种在马路上搭了棚子的 这是我在青莱偶遇的一个专门卖摩卡壶的咖啡的小摊位 卖咖啡的小姐姐操作是真理熟练 而且那叫一个亲切 她现在又在做奶茶了 我就随意点了一杯摩卡咖啡 当小姐姐直接把摩好的咖啡粉放到摩卡壶的粉碗的时候 我才意识到小摊上的咖啡就真的不计较 这杯咖啡是用多么讲究的原材料 以及多么繁琐的步骤 就好比是你可以在上海花200块钱去吃一碗高档的米其林推荐的面 也可以花个十几二十块钱吃一碗普普通通的面 看到当地人的咖啡消费习惯一下子也把我点醒了 于是我脑子里也冒出来一个问题 什么是一杯好咖啡呢 这个问题突然一下子变得复杂了好多 因为你问一千个人可能有一千零一个答案 他们用的这个炉子就是直接点个火 下面是这两个相当于是小的煤气罐子一样 直接点开就ok了 男人是卡彭卡 女人是卡彭卡 哦 不同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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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还有一种是这种门店式的咖啡摊 生意是真的好 从我去一直就在排队 做咖啡的就只有一个大姐 菜单就只有简简单单的几款 大姐操作的速度是真地快 好像是1.5倍速的感觉 这个咖啡和茶是用塑料袋子装的 先满上一满袋子的冰块 然后再加咖啡 茶 旁边的这两个桶是装的热水 如果咖啡和茶汤用完了之后 他们就会再加水进来做茶汤和咖啡 我排了一小会队 然后买到了 这是他们当地人喝的 因为它这个是非常非常甜的 所以说在制作的时候我就给他说 你少放一点点糖 要不然的话它会放好多好多糖 带点咖啡的味道 还有一些淡奶的味道 喝起来比较爽口的这种饮料 拿到这个了之后 我瞬间就想起一句话 3点级了 该饮茶了 尝一下 很像港式奶茶 感觉一模一样跟港式奶茶 只不过是它的味道 比港式的奶茶要稍微的茶味淡一些 奶味更重一点 泰国的这些咖啡小摊真的让我感觉到 咖啡和饮料是怎么融入到当地生活的 咖啡这两个字在这里非常的饮料化 喝咖啡的不只是那些办公室的白领小资人群 下期视频我会带大家看一些本地的精品咖啡店是什么样子的 观众牛小咖 我们会持续的给大家带来更有趣有价值的内容 咖啡子呢 serious 本life cheers 到底想要完美 钱 好了 咖啡 潇 午